第四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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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人類和神明 還處於同一個世界的古老故事 在多蘭古雷格遠古的歷史裡 有著很多的國道 這些國道到最後都進入了黑暗的時代 在多蘭古雷格不死人經歷了殊死搏鬥之後 擊敗了杜拿雙卓 但除了多蘭古雷格 還有很多沉沒的國道還未被探索 追尋這些失落的國道 尋找失落國王之官 沉沒國王之官 鐵之古王之官 白之國王之官 將這些王冠合而為一 這就是不死人的另一個命運 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看 Dark Souls 2 完聚節人 失落國王之官的最後一隻王冠 白之國王之官 我們上一集拿了鐵之古王之官 今集就正式出發去 我最討厭的地圖 就是雪地 進入白之國王之官之前 我們要拿到這個叫冰凍花的item 這個冰凍花的item 就是在皇城裡面拿的 我們皇城飛這個 在這個多蘭古雷格的國王門前 那裡有六個門 在一堆石像士兵的位置 裡面開了其中一個位置 就有冰凍花 然後我們拿著這個冰凍花 就去這個虛影森林 裡面有一個叫做奇路遺跡的地方 我們來奇路遺跡就是為了 通往最後一個三頭蛇的場所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這一邊 充滿著士兵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可以通往東之寶 由東之寶去到皇城裡面 東之寶那裡有個三頭蛇石像 我們經過那裡就可以去到白之國王之官 我們時間關係 我就補充那些滴石啊 那些item等等 這裡是完全沒有什麼 我們繼續左手劍法 其實這個暗黑騎士 我本身有想過玩另一個武器 不過就 惡於裝備所限 因為我們上一次第一個沉沒國王之官 他給了一個叫做 烏尾艾雷娜的靈魂 他可以由那個烏蛙雙人 可以換到一把挺厲害的 叫做憤怒大虎的東西 那個憤怒大虎 都算是暗熟系的武器 但是我看一下下集會不會玩 因為我的左手劍太好玩了 其實斧頭在大虎蛇港 可能是T3的武器 大劍就是T1的武器 如果你說PVE用來攻略的話 大劍、直劍、巨劍等等的武器 是會攻略得舒服很多 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一下武器的T1裡面 當然你說四大法術系統 我們看看故事先 你應該要敬畏遠古混沌 你看到這個城 很大的一座城 你進去就知道很大 城門已經很大了 相信當初是一個很繁榮的國家 但是你看到城門 是被冰封印著的 所以扭了一條縫出來說 你應該敬畏遠古混沌 冰凍的埃斯 其實這個城堡的故事是做得最正的 不過很可惜 我很討厭雪地 壓話已經注意到 快點進去 一開始 左邊這裡直接打BOSS 但是由於我們要拿到一個物體 才會看到BOSS的真身 所以我們為了這件事 要四處走 你看一看這個地圖 你看到其實前面那裡 只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要拿到一個叫毛女之眼的東西 那這一座尖塔 下面著火的那個就是一位毛女 我們要拿她的眼睛才會看到這個地方的一些看不到的影像 正式攻略了 剛才說的是這個四大法術系統 四大法術系統 哎 四大法術系統就是 暗術、秘跡、奏術、法術 之前跟大家說過 永遠都是最厲害的 一定是法術 如果是TVE來說 因為法術就是普通的魔法 一招叫做靈魂槍 已經是完美地 屈掉所有其他武器 其他法術的 設備了 所以其實 你看到我玩了暗術、奏術 其實都是屁股的 奉勸大家 如果不是有我這樣的經驗 真的不要玩那麼多 純粹看看 看過就算了 好 狼騎士跳劈 狼騎士門難減 哎呀 狼騎士門減 又不行 這裡有彈刀 OK 其實我們這裡可以很極速地走一圈 因為 因為 在我們還沒拿毛女之眼 還沒聽說之前 其實這個地方是 很多東西都拿不到 所以 你可以走快一點點 不過我 既然 其實也有一點點 可以拿的 狼騎士門船斬 哎 但沒有 OK 怎麼會裝了一個人的賊 OK 這個 埃斯諾耶斯 其實也不需要我怎麼說故事 因為 待會有一個NPC 一個魔女 就會跟你說 這個地方的故事 其實都非常之簡單直接 這個 這個 沉沒國王 不是 這個 塞落國王 就是每個角度的王 雖然很繁榮 最終都是會收皮 你看到 這些地方全部被雪地 封印著 我們待會解了 融了雪之後 就可以 很快地去這個地方 拿回 一些東西 所以這裡我全部都會 skip OK 這個 埃斯諾耶斯 其實是 都幾悲慘的 就是 這個地方有一個 叫 遠古混沌的東西 產生了出來 因為 遠古混沌 其實應該要 如果 遠古混沌 生出來的時候 他會帶來 魔物 一起來 剿滅這個角度 這個 這個國家的 國王 是來自一個 戰士之國 叫佛羅宅 這個戰士之國 其實沒有怎樣 像麥會說這個角度 但是 總之說 神經百戰 很厲害之類 我們這個國家的 國王 叫做 白王 這個白王 作為一個王 他當然要 犧牲自我 去 為國娟區 所以 他就 帶來 他的騎士 一起去 這個 地方 封印 這個 遠古混沌 古籃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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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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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厲害 幸好 幸好 以我多年的技術 反而洩漏 難搞難搞 難搞 這班 士兵 全部都是 白王的士兵 但是 你見我們一進來 他們已經站著 咀我們 因為 白王下的命令 就是 凡是 入了 埃斯諾耶斯 這個地方的人 都一律 視為入侵者 所以 所有 所有外來人 都視為 軟古混沌 的魔物 所以就會 一來 就會咀我們 待會那個魔女也會跟我們說有關這個地方的大致故事 這把東西真棒 真棒,花式表現 為什麼這裡冰封了呢? 其實跟鐵枝古王之觀篇的故事差不多 每當一個角度的崩壞總是會有一個魔女走過來封印那個國家 而埃斯諾耶斯為什麼受封雪影響呢? 就是因為這個魔女利用冰塊封印了整個城 你看到連寶箱也開不了 這裡拿了我今集想要的key item就是暗之怪獸戒指 我們玩這個暗黑騎士 暗之怪獸戒指很重要 聖遠湖門,那邊才有暗之怪獸戒指 那時候鐵枝古王之觀那一隻魔女 就是用黑霧之力來控制整個地方 今集就是用風雪來控制整個地方 暗之怪獸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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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嘩,弄鬼了 這樣啊 那唯有把暗之怪獸戒指 轉成暗之怪獸戒指 你看到全部都是暗之惡特之靈 暗之榮華大劍 應該用暗術是會好一點點 不過我的防禦力是會低下了一點 但其實你們看Gameplay看到來 這個程度呢 我相信大家都不需要我怎樣介紹 有關Dark Souls的那些 武器防具的效用是怎樣 都很適合 這個位置呢 我先收拾一個 這裡有個 有個 有個 防止被人射中頭部的頭盔 都很厲害 回船一擊 霹靈靈靈靈靈靈多厲害 400多傷個High 超級 浪騎士跳劈 連一套都不死 好 這個就是古蹤的自然色毒 總之這是一個頭盔 這個頭盔挺厲害的 它是包住你的頭 令到別人打你的頭的時候 是不會造成傷害 換句話說 別人如果射箭射中你的頭 你是不會有硬直 更加不會有任何傷害 因為是一個挺特別的裝備 但是特別還特別 我也是Fashion Show 所以我不會特別用這些武器 不會特別用這些防御 我們轉眼間已經走到第2個營火了 由於風雪入侵的關係 初步真的不需要那麼仔細功能 我們只需要在這裡 很簡單地做一個Quick Run 因為這裡我們 全部都是拿不到的 寧願你搞定第一隻BOSS 才能慢慢拿到的 這樣也沒有 這裡有 如果可以拿就拿 看到這裡有可以拿 那就拿吧 就拿吧 這裡可以 OK 這些怪物 好多 Dark Souls Dark Souls 2 真的要罵它 它真的太多怪了 好 我們只需要搞定這隻 這隻金督 這隻金督 就算了 好 好 有人打這隻 呃 我感覺到旁邊在射箭 有人在暗箭傷人 好 好 好 狼騎士跳平 哎呀 黃尾的炮 有人在這裡 暗箭傷人 好 好 那裡 白王封印了遠古混沌 的時候 他同時把他的肉身 都囚禁了遠古混沌 因為他要用自己的身體 不斷餵食這個遠古混沌 所以他是完全走不掉 所以唯獨是 要叫魔女去封印這個地方 才可以延遲 你看到裡面都是受風雪入春 你看到有些寶箭 我們又是要解了風雪 有了 不好意思 剛才彈出Windows 這裡又是有風雪入春 我們又是遲些再回來 懂得玩的話 一定走到左邊 這裡好像也有個寶箱 又是封印了 所以一開始真的沒有東西好走 好 如無意外 這裡是有個 有個拉卡 可以拉出一個 什麼 什麼 蟆蟹小劈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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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是把雜物堆升上來 這樣就搞定了 然後我們 應該就會拿無女之眼 好 這座塔呢 都要講一講 給大家看回對照也好 這座塔呢 其實你可以直接走進去 就會有一堆狗衝過來打你 但當你風雪解的時候 這裡其實是有一條梯 不過現在也能上到 如果你風雪停了 這些堂梯就會現真身 但我沒想過原來隱藏梯都可以這樣走上去 可以順便給大家看 這裡會拿到一個 挺厲害的奇蹟 還有呢 這個龍騎士跳的真是贏 奔離雷槍 挺厲害的 這招 下面就很危險 下面有很多狗 所以最好就是狗 一定是玩軟弓 再來也是完全減 全部都是計好 一切都在預計之中 這座塔就結束了 其實最主要是拿分裂雷槍 真的很可惜 我們光之戰士已經轉型成為暗之戰士 所以就 用不到給大家看了 好 我們其實已經到步 你看到其實 我們走了這麼久 我們繞回來 你看到這個就是那個大門 這樣那個 浪技技術 回船斬 你看到遠方有個營火 那個是第一營火 走了這麼久 原來 也是在繞圈 這裡下去就上不去 OK 然後就會有隻 好 買了DLC 沒理由不玩下去 經常叫我走 大哥 走了難道你賠錢給我嗎 所以呢 我們就來到 這裡拿到這個 鞋骨盤 無女之眼 我們就會看到一些不可視之物 這個 此緣無女的眼球 被賦予守護 埃斯諾耶斯命令 可看見不可視者的模樣 據說 力任無女 可以 用什麼 刁去 毒眼 將其裝入 代射除任務 將之奉還 其實呢 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 有點像Dark Souls 3 防火女 那個系統 因為防火女 又是 又要歸還 不可視者 最恐怖 當我們拿了 毛女之眼 就會有些 上級騎士 那如果我們無緣無女之眼 是見不到 上級騎士 不過都是難的 兩下搞定 有什麼裝 上級騎士被夾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上級騎士會在 Dark Souls 2E的地方出現 其實你會覺得很牽強 有什麼理由 亞斯特拉國度的騎士 會無緣無故 在一個DLC裡面出現 就是你Dark Souls 2 整個地方都沒有 上級騎士 突然間 在這個地方找到 上級騎士 會覺得很古怪 其實來到這裡 我們點完第三個營火 我建議大家 就不需要再走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 給大家看 這裡也開了 反正也是 當我們拿了 毛女之眼之後 那群毛女就開始攻擊你了 剛才 還沒拿毛女之眼的時候 這群毛女就躺在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這裡封了 也是兵封了 寶箱 所以 我建議大家 先回到第一個營火 打第一隻BOSS 聖璧之門 好 我們回到 埃斯萊耶斯的大門 你看到 拿完毛女之眼 其實那個風雪 還沒停 怎麼可以 令風雪 停下來呢 就是要靠我們打摺下來的BOSS 就是這個 黃寵鴨 牠就守住這個城堡的大門 即是說牠是開門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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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的攻擊動作很明顯 牠會先走一走遠 然後牠會跳過來這樣撞你 好 好 牠現在是爆粉末而已 這一下沒什麼用 剩下火神招啊 好 好 這一下是放魔法 放魔法 我可以載牠兩東西 先走 然後就向左屎向右屎 等牠跳過來 又是飛撲啦 一下又先就不用了 超容易打的一隻BOSS 玩節奏遊戲 準備一個飛鴨 好 OK 看著牠 好 看著牠 來吧 打架 欸 還有三刀 好 好 又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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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我在說我 黃寵握蛙之魂 我們看看這個 黃寵看門搞 白王座下有七匹仇,各自申父使命 握蛙背樹的使命,原為守護王座寵愛的暗之舵子 暗之舵子說什麼呢? Dark Souls 4 四隻暗之舵子 就是杜拿雙卓 待會我們遇到的另一位女巫 忘了叫什麼名字 然後就是沉沒國王之官的艾雷娜 和鐵之古王之官的娜德拉 其實暗之舵子也有分層 有些人說有好有不好 最老婆最賤的一定是杜拿雙卓 因為想搶你王冠 即是他誘騙繁德拉克去攻打巨人國 然後艾雷娜也算好好的 其實四個暗之舵子裡面 唯獨是杜拿雙卓比較差 其實拿德拉、艾雷娜和陣間那個 都是真心和王相愛的 即是他真心都是為了王好 艾雷娜就是真的想去封印 即是藉著唱歌去封印尋面之龍 拿德拉就比較慘 他連王也看不到 因為他去到的時候 鐵之古王已經沉沒了 而你說最慘、最悲情的 應該是我們待會遇到的這個 因為你進去跟他說話 他比較長氣 你細心一點聽他說 聽得他很慘 來吧 想想想想阿牙能夠成功 你從其中 他這邊來吧 誰是 這地上是遺失 被殆滅 喲,按錯了 直到白王現身 我的愛的王 一個最真正的王 他為了與他的美麗的心裏 建造了一堆的荷物 而保持了一堆的荷物 但這個荷物不會被散開 他為了他保持自己的王 最體受推出的王 因此,王有被困磨在下的荷物 而被刺激化到的荷物 和雷尼沃生啊 氏尼沃有被困�束 一首王的主持 所以我爭取來到 主持有的荷物 愛你我的愛 I remain here to contain the chaos,honoring my lord's wishes,perhaps one day he will return. There is nothing here save that accursed flame.I have but one wish,that my dear lord I might be free from that unspeakable chaos.I haven't had strength to help you myself,though I am yet to know your name,stranger. 好,那當然要幫她,買了DLC,難道不幫她嗎? I am a visitor.I thank you.Let me open the path to chaos.And please,do all you can. 好,那現在跟魔女成為朋友了,I see,諾耶絲的風停了,I see. I see,諾耶絲的風暗停了,I see,諾耶絲的風暗已解. 這個魔女叫I see,諾耶絲的風暗已解. OK Many of a laium loise's faithful knights,follow their lord into the chaos,but not one of them returned. The king's beautiful subject waited patiently for his home,but it was too long to wait to bear.The knights of a laium loise,await a new leader,one who would guide them into chaos. 好,那其實她也說到故事很清楚了,就是這裡的白王將他的靈魂奉獻給遠古混頓,將遠古混頓和他一起封印去這個地方,前面這個地方就是這個遠古混頓了,其實那個場景是做得非常之好,我覺得是繼騎士阿倫之後,白王這個戰鬥最有屍屍的味道在這裡. 剛才阿爾書蘭也說,要我去找回埃斯諾耶絲失散的眾騎士,因為那群騎士一直在等著白王的歸來,但等了很久,白王還沒回來,但那些人已經開始沉默喪失了那個戰意. 我們現在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找回這些埃斯諾耶絲的眾騎士一起和他投身這個遠古混頓,去拯救白王. 你看到有一個都長期在等著,這個前面的銀騎士就是一個埃斯諾耶絲其中一位騎士. 你看到黃座上面有1,2,3,4,有一個已經在,總共有3位失落的騎士我們要找回的. 那時間也有剩下時間,所以今天我會和大家找多兩隻失落的騎士 看見剛剛風雪封印了那些寶箱,此時此刻終於能夠打開了. 好,濟氣之徒,nice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出發去找那些騎士 第一個地方我們去這個城牆內部 第三個營火 繼續攻略這個地方的下半部分 風雪停了之後,你就會看到這裡這個地方 那些這樣的... 那些這樣的寶箱已經能夠打開了 我和他玩超魔法大戰 但是這些怪死了很麻煩 他會把靈魂給旁邊的高臨 那些高臨就很快 那些高臨就很怕暗熟 所以就很害怕 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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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發制人 先下守衛 這些魔力強性比較高 阿哥,你三個人在這裡搏combo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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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幾個人在這裡搏射擊 玩吧 嘔電怪 好... 好... 爆擊吉... 那隻石頭怪呢... 我不想去挑釁他 所以我直接... 進來拔劍打算了 好... 他不會把靈魂... 好... 這隻要小心一點 這隻是寶箱 來的 我們先打開這個 好... 不好意思... 是不是兩個都是寶箱 不是... 是一隻是寶箱 啊... 我調轉了... 為什麼我這麼魯莽 不直接試呢 為什麼呢 他自己很白癡啊 怎麼會把... 死掉那些... 死掉那些愚蠢 好... 他就會把靈魂... 給他鬼化 他不知道是樂人 這怪人怕靈魂弓 對... 他們怕靈魂弓 究竟是鬼刀 真是厲害 燒錢錶 不是浪得虛名 怎麼都要留幾萬元在身上呢 放下魔法才好玩 接著那個地方就比較麻煩 好... 這裡會有人進侵你 是不是呢 還是要再... 對了... 新城... 新城... 神聖騎士 歐爾海舞 待會才會見到他 那這裡呢... 就... 很麻煩 先打這隻 這裡呢... 因為上面有三隻... 石像怪啦 所以我們要打完上面三隻石像怪呢 才可以... 拿到上面想要的item 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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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在追擊你 喂...很久了... 忍了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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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他放在你身上... 好... 先把他放下... 好...過來這邊... 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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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撐一下... 撐一下... 嘩... 不是這樣啊... 好... 那些靈魂吸了之後... 要三隻這樣打就很麻煩 很麻煩 這個人太怕陷害了... 多些陷害了... 但是... 我猜這個i-frame... 這樣多不多陷害了... 好... 火手劍陷害了... 好... 真的不中了... 出了一個半釘魂... 怎麼這麼怪呢... 平時都很少吃黃昏草... 終於都... 哎呀... 我不是漏了這隻嗎... 不要緊... 是不需要打光三隻的... 錯又錯著... 這把... 多周目的神劍... 虛無大級劍... 虛無大曲劍... 虛無大曲劍... 比較特別的... 因為他的劍... 勁是勁在... 這把武器據說... 會隨著這個... 冒險者的旅程... 而增加力量... 換句話說... 你只要玩NG5... NG6的話... 這把劍的威力... 會越來越厲害... 所以... 都是一個... 挺厲害的武器... 如果算高周目來說... 但你說低周目... 好像我現在... NG1的話... 其實這把劍... 發揮不到他本來的... 實力的... 這裡呢... 就會有一個... 傳說中的神聖騎士... 歐爾海武... 我們走近一點點... 就是這裡... 就是這個箱... 來啊... 很開心啊... 然後他... 欸...欸... 終於現身了... 狼騎士... 這把劍都... 哇... 很牙煙啊... 很醒目啊... 這隻... 挺難的... 不要小看... 因為... 他的... 印性都很高... 印一印去打... 他在掛網... 你不... 你不... 啊... 他做什麼啊... 傻鬼啊... 不動啊... 現在這些... 很聰明啊... 騎士... 好... 其實... Dark Souls 2... 要賺一賺... 其實他做NPC... 即是做一些暗靈... 是做得... 有趣一點的... 那這裡你就可以繞回來... 去黃蟲... 啊... 我不會... 我純粹上來... 拿個Item... 打這隻暗靈的... 因為我們還要救一些... 埃斯羅耶斯... 中騎士... Dark Souls 2... 真的... 那些暗靈是比較有趣的... 我們在鐵之古王... 之關那裡... 又遇到一隻NPC... 又是... 類似的玩法... 又是類似... 打打下就走... 打打下就走... 然後這隻神聖騎士... 歐爾海姆又會變身... 即是... 會... 你看到這些... 這些BOSS是... 但是... Dark Souls 1... 和3... 反而就沒有了這些... 這麼有趣的BOSS... 不是... BOSS暗靈... 好了... 這就是第一位... 我們... 埃斯羅耶斯... 中騎士... 速速停靈... 諾耶斯... 中騎士... 往混沌進發... 多麼帥... 那這裡呢... 會有個隱藏場壁... 帶大家拿到Item... 才走... 然後... 火箭... OK... 這裡... 這裡... 下來之後呢... 這裡有兩隻怪... 那兩隻怪... 不用理他... 我們要走... 好像是走這裡... 對吧... 如果沒有... 沒有記錯... 就走... 欸欸欸... 原來... 沒有血啊... 回船... 可以讓我出動嗎... 他準備動作真的太久了... 這把東西... 真的... 懷疑不實大劫... OK... 那你見到這裡... 剛才是一個... 石像位... 火子敗頭戒指... 那如果你玩咒術... 那如果你玩咒術... 就正啦... 可以整個標舞玩過咒術... 是一開始玩... 生帝無雙的時候... 薄一點點咒術... 但是... 咒術反而... Dark Souls 2就不厲害... Dark Souls 3的咒術... 就超厲害... 不論是PVE或PVE... 都是... 都是... 一級神... 神... 這裡要滾下去... 對了... 坐下坐下... 嘩... 嘩... 幹什麼... 嘩... 幹什麼...開派對... 怎麼那麼多人啊... 喂... 我來開箱而已... 沒力時間... 好... 開完箱... 好... 死人... 死人... 再見... 唉... 我沒想過... 這個位置會尾向... 因為... 其實... 拿起來... 這裡的地方已經走光了... 因為... 你見到... 這裡... 就是我們一開始... 的第三營火來的... 那我們現在... 去救了... 第二隻的... 諾耶斯... 這個諾耶斯... 騎士... 應該好像是... 第二個營火... 好... 那麼... 風雪停了之後呢... 這個地方其實... 反而會比較危險... 因為這個地方呢... 你見到... 除了這些... 會咬你之外呢... 雖然你能見到... 高清了... 但是... 上面的巫女會開始起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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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裡... 還有... 你那些怪太多... 沒有item集... 我建議大家都是... speedrun算了... 沒什麼意思... 好... 這裡好像鎖了... 沒有意外... OK... 那... 左邊呢... 這對門呢... 就是去騎士街... 騎士街... 我們下集才會去... 騎士街... 就會拿到一個... 叫騎士街之弱的東西... 對... 一打二... 這裡... 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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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不... 喂... 為什麼要一打二... 為什麼不可以坐下來... 慢慢地... 我真的不太喜歡暴力... 我會被暴力... 想什麼... 不可以坐下來好處... 對吧... 隨著要打一招... 還喝水... 怎麼是笨蛋糕... 我想進去拿item... 你可不可以不要搞我... 再喝水... 嘩 神經病... 要不要喝什麼... 我傻刀的... 再喝一看... 你看你有沒有很多水... 神經病... 還喝什麼... 這個位置真的很聰明... 還可以... 浪費了時間 剛才拿不到的東西 終於可以拿到 好危險 剛才這裡冰封的時候 有沒有印象這隻是寶箱怪 所以先開了幾個 穩定起見我 每個寶箱吐一招 嘩 你阿哥 不要以為是女人我不打你 如果沒有記錯 這裡可以拿到一個洋蔥騎士的 應該是 應該是這個 卡塔利納護甲 洋蔥騎士護甲 其實好像我們已經拿齊全套 洋蔥騎士的套裝 DFC也是古怪怪的 剛才說完上級騎士 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地方呢 現在又弄一些卡塔利納 你會覺得它是真的 你會覺得它是真的 靠奇一點的下去 噢 有情懷 有些 有些 噢 是洋蔥騎士的小懷念 但是又沒有意思 放在這裡 真的相當之 古怪 有些 有些佈局 怎麼也好 也不是說不好玩 它其實真的算是好玩 Darshall's 2 遊戲性是 數一數二 這麼 對 還不死 還不死 可惜 真是可惜 哇 這麼陰性的 暗箭傷人也有 這隻是普通 普通騎士 不是上級騎士 這隻是那些 低級的上級騎士 低級騎士 這裡會拿到 又是另一個 有關 呃 這次這隻 就真的打掃蕭 出現了 多老哥帽子 好像是 這個呢 米勒的 米勒國道的人 戴的一頂帽 看看 增加攻的 延長攻的射程 但是其實這些裝 又是 又是沒有什麼用的 倉眼的多老哥 又是說其中 多一個國家的 什麼祖國 拉卡納爾 但是對於 這些國家的 著墨 其實很少 所以 都說不出什麼 大道理 但是很有親切感 好 時間不等人 快點救 多隻 派斯萊耶斯奇 先 這個地方又是有些危險 對 找個怪來慢慢打 走過路 你過來吧 走過路 幹什麼啊 你錯了啊 快點下去吧 好 好 快點下去吧 很煩 超魔法大戰 這怪 為什麼要這樣 飛下去吧 嘩 爆擊了 又吃錯藥 為什麼吃錯藥 為什麼吃錯藥 然後那怪走過路 為什麼要這樣 靜神身上 這怪 先 我要 要從正規途徑去走 這裡可以上去 看一下風景 這裡是不是有風景看 對了 這裡 會弄完 沒有意義的 這條 這條 是去哪裡呢 這條 是之前 騎士街之藥 那邊 那條 但 基本上 你不會用到 這條 做來沒什麼意思 因為它營火和營火之間 其實都很近 所以就 為整而整 這個位置 我們其實 主要的目的就是 不斷 向下走 去找到第三隻 對 諾耶斯騎士 先 那邊直接跳下去 好像是可以的 唉 方便快捷 不過很危險 那可以skip了一隻怪 你看到裡面有隻怪 我們skip了 是不是 那隻怪不出來 眼睛看不到 喂 抵抗者戒指 沒什麼用 增加出血抗性 其實Dark Souls 純粹是 給貨有收集引的人去玩 好 放到這裡 小心點 核精離光 你真的很聰明啊 因為狗鬥 所以 狗的攻擊力很高 所以 小心被怪位 如果我玩 好像我這樣玩過 知道哪個位置出什麼怪 就 基本上賠了 但是 你們自己打得小心點 來 嗨 嘗嘗 回旋爪 嘩 好漂亮 咬你一下也扣好多 不過 我們現在 龍血騎士套裝 其實人性都相當高 所以 都 還好還好 等一下會有一場 超魔法大戰 這裡 如果沒有記錯 可以去回 這個 short cut 可以去回 無女之眼的位置 是不是 對了 這個位置上面就是 無女之眼的位置 那我們 又是一個 沒有意義的short cut 開來不知道做什麼 也不會再回來 好 然後 就會有個 法師 入侵 來的 放逐騎士 檔內內 逗防 你看看 你怎麼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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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魔法都這麼難 你怎麼救我們 說到法師還是很厲害 我可以射進去 好 第二隻 艾斯諾耶斯 什麼事 來 停後呼召 諾耶斯 中騎士 往運頓進發 今集就先救兩隻騎士 下一集我們就會 打完 最後的兩隻boss 就是雙王蟲 和白王 完結了我整個 Dark Souls的旅程 非常多謝大家 這個DLC篇隔了一年 還有人不停催我 什麼時候會出 什麼時候會出 終於都正正式去補完 這個DLC篇 都還有一批觀眾去支持 真的感謝你 喜歡 按LIKE 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如果住的是 賣的時候 xigh 有